修产丁的人 他没什么运动啊 我们对虚拟老和尚知道的比较多一点 老和尚一打坐 不知不觉他就入定了 这一定半个月一个月 就坐在那里不动 他也不要吃饭 也不要喝水 他也不需要上洗手机 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 坐在那里 坐了十天半个月 长死 这对虚拟老和尚家常便饭 常常有的死 有的时候时间就了三个月 身体为什么那么好 没有毛病 他到香港来过 我七七年来香港建筑 这边同修告诉我 虚拟老和尚到这边来 这四九年 这个国民党政府 退到台湾 虚拟老和尚来到香港 大家想留他在常住 给他建了个经事业 我去看过 经事业建在新街这个郊区 向下风景很好 老和尚再住了一个月 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太繁华了 这不是修行人 住的地方 我还是回到高等级 他回去了 回去干什么 带众生苦 可以在这边 大家都喜欢他 都欢迎他 那么他对国内心 他了解 不是不知道 他多受一分苦 希望大陆灾难就见一分 这个不得了 一半二十岁 圆寂的 他如愿一场 神都衰天 他的一个愿望 亲近米勒菩萨 我度过他的年谱 很受感动 他曾经在定中 到达 都帅地 米勒菩萨告诉他 你的任务还没完成 你还得下去 时候到了 再来 有几个朋友 认识的人 王生的 在读书天 他都见了你 他们是跟 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将来 到这个世界来臣服 他们地匹人来 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舍利弗 穆尼 就这些 这叫修 迷了净土 迷了净土 难了 没有禅定 去不了 米勒菩萨 净土容易 不需要那么深的禅定 都能去 有人说 米勒菩萨近 独率天离我们很近 极乐世界离我们很远 很远容易去 很近不容易去 他要求的那个条件 我们做不到 谁又迷了净土 我们这一辈子 有几个人都没受到 走的时候都不好 所以我们心里很清楚 为什么不念佛 如果你在极乐世界 米勒菩萨要来成佛了 你有悲心 跟这个世界有缘 你来做米勒菩 的弟子 太容易了 而且比 独率天 一点是 有超过 而无不及 那是什么 独率天跟极乐世界 不能比 又何况 米勒菩萨这个阿弥陀佛 被一切祝福承认 妄中极尊佛中之王 弥勒菩萨很没有这个头显的 所以要知道 善于选词 选词 极乐世界 等于是一切祝福承认 你随意 可以 往返 你要去清净这尊佛 佛给你有缘 做祝福承认 做祂的大弟子 福祝如来 鸿发立身 做得到啊 而且在极乐时期 实际上还可以分身去干这个事情 自己的本身呢 在阿弥陀佛讲堂 没懂 分身到十方时期 用无量无数的硬化身 共复 文法 佛会 双修 成就自己 同时可以 实现 像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印 多种 这是极乐世界的菩萨 过过都有这个能量 都有这个神动 我们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知道怎么选择 没有什么 是 继续